萬聖節大家都出去玩 亦都很多人 很多聚集 大家有不同的情況 好像是去Staycation 以至到都有一些大家去玩 其實我是非常擔心的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我們過去的兩個星期 我們都有幾天其實是零本地個案的 但亦都有些本地個案 尤其是昨天除了有一個本地的 亦都是源頭不明的個案之外 亦都是預告了有三個個案初步確診的 週末期間其實食環處和警察 一直都是去酒吧的地方 附近的地方或者那些區域 一直都是進行執法 亦都是有檢控的 事實上是有人違規的 亦都是我想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律 但如果疫情是有轉 還有看回那個自律的情況 不理想或者違規是非常之多 我們當然亦都不排除 我們是收緊這些措施 因為接下來是冬天 亦都是我們嚴防 是第四波 所以我們一定是不排除的 從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 我們應該要是嚴的 世界衛生組織一直都是有評估的 它的評估對於現在我們整體的疫情 是沒有一些有效的疫苗之前 其實病毒都會在 當然從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 我們一直都是以零個案為 我們的一個基本的目標 我們知道這個不容易 因為在公共衛生以外 政府亦都是有其他的考慮的